香港某装修豪华的洗浴中心内 警局一把手和黑帮老大被一群美女围绕 两人左拥右抱 享受着男女同育的乐趣 好不快活 待身心放松完以后 两位大佬谈起了生意 一张口就是几千万的毒品 从哪里走私进来比较合适 怎样合理分配毒源才不会让底下人闹 警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说这些话 不用想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是在上世纪中期的香港 而警局一把手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一手遮天的总华探长徐乐 黑帮老大则是黑白两道通斥的博豪 这两人在当时那个年代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众所周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是一个贪污盛行的黑暗年代 那时候警察充当黑帮的保护伞 所以黄赌毒等罪行十分猖獗 再加上徐乐和博豪两人之间通力合作 导致香港的社会风起迷烂 只要你有钱什么都好办 如果没有钱 那不好意思 你就要容忍所有的不公平对待 甚至丧失尊严 直到1974年 廉政公署的建立 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好转 只不过一般人不会想到 最先加入廉政公署 勇于对抗徐乐和博豪的 是两名小小的律师 也正是今天的男主 陈克和老白 两人都是极恶如仇的性格 看不惯香港贪污腐败的歪风邪气 是要扳倒这群人渣 于是他俩招兵买马 目标就放在充满热情 且立志伸张正义的法律系毕业生身上 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见过外面的花花绿绿 换句话说 没有被金钱所玷污 至此两人开始合作 对抗徐乐和博豪建立的金钱帝国 可是很快乘客就遭到了报复 这天他在上班的路上 被边缘警察抓住 随便扣了个帽子 就将他抱走一顿 带头之人名叫七哥 是徐乐手下的一名警探 他警告乘客 在现在这个社会 谁大谁恶谁正确 你得罪了徐乐 注定要倒霉 所以以后记得看路 说完便扬长而去 不过这顿奏反而激发了乘客 打掉徐乐这些害虫的决心 接连给连正公署招入了许多大学生 统一对他们进行训练和培训 从而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员 要想彻底除掉香港黑社会 还给民众们一个平安祥和的社会 就必须先打掉保护伞 可那群人都是老油条 连正公署这群嫩娃子 怎么能斗得过他们 为了找个人教这群学生 老白和乘客把主意打到了七哥身上 原来七哥因为在博豪的生日宴会上赌钱 恼怒之下跟赌客起了争执 徐乐为了给博豪一个交代 将七哥踢出了警队 没了警察名号的庇护 七哥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时常遭到他之前压榨过的黑帮分子的欺负 乘客他们正式抓住了这一点 想把七哥招致麾下 起初对方并不同意 可是想到自己现在的窘境 也只能答应下来 有了七哥的加入 乘客知道了许多关于 博豪和徐乐的事情 同时也了解到一个情况 那就是每次博豪运毒到香港 都是由徐乐派出警员去保驾护航 然后运到各个地盘 而主要负责此事的警员 名叫阿甘 他和徐乐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 如果说能把阿甘抓住 并且愿意出来指认徐乐 才有扳倒的胜算 虽然这个比登天还难 但这也只是他们目前唯一的办法 只能放手一波 之后根据七哥提供的情报 乘客秘密联合缉毒队 把博豪刚上案的货一锅断了 同时还联系到媒体来到现场 拍照做报道 徐乐得知此事以后大为恼火 急忙赶往出示现场 强行把货从鸡司队手中要了过来 由于周围都是媒体 徐乐知道隐瞒不了 所以他索性就召开记者发布会 谎称破获了一宗毒品走私案 当然这些毒品最后 还是到了博豪的手中 徐乐原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却不想有一家媒体 擅自将此事报道出来 而且拍摄的照片上出现了阿甘 这一下港都那边的高层顿时怒了 要求徐乐在三天之内 把人交出来 尽快平息此事 可阿甘跟了徐乐这么多年 实在有点不忍心将他送进监狱 当天晚上 徐乐来找手下朱友仔 商量解决方案 而朱友仔这个人 虽然不是警察 但他却是徐乐和黑帮之间的中间人 所以徐乐很是信任他 朱友仔提议先让阿甘签下认罪书 然后再安排他跑路 徐乐听完同意了 就这样阿甘签下认罪书 被送往泰国 可事实并不像阿甘想的那样 徐乐居然想要杀人灭口 在去公海的船上 安排人将他扔到了海里 多亏一直在暗中跟踪的 廉政公署警员 及时赶到把他捞了上来 在廉政公署的审讯室里 七哥出面 规劝阿甘 弃案投名 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起初阿甘并不同意 因为他知道徐乐的手段 自己一旦泄密 家人的性命肯定不保 七哥当场保证 警方会保护好他的家人 起经犹豫 阿甘还是同意了 做五点证人 并交代出一切 之后根据阿甘提供的线索 乘客等人 带头抓走了徐乐手下的 各大探长进行财务调查 可这些探长也是老游子 对于警方的审讯 轻车熟路拒不交代 乘客和老白见状 使出杀手键 不光不让他们睡觉 而且还不断地灌咖啡 使其保持清醒 同时还将审讯室的冷气 开到最低 看起来跟熬鹰似的 没过多久 这些探长便撑不住了 纷纷交代了钱的来历 但很快徐乐就知道了阿甘没死 还做了污点证人的事情 他立马安排手下 把藏在出租屋里的阿甘做掉 恰巧那晚是七哥负责保护 他听阿甘说 有一匹马肯定赢 便偷偷离开一会儿去下注 结果回来阿甘就上吊自杀了 事后连政公署的其他警员 都认为是七哥帮徐乐杀的人 毕竟他以前在对方手下干过 虽然乘客和老白相信七哥 但是周文人的冷言冷语 让七哥受不了 一怒之下退出了连政公署 徐乐这边也开始行动 派人杀掉了所有接受过 连政公署调查的探长们 同时拿钱买通上级 对连政公署施压 这一下乘客他们 直接从主动变为被动 但乘客并不会轻言放弃 他想到可以用舆论的压力 来反败为胜 自古以来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底下的群众们 早已对徐乐这帮警察恨之入骨 巴不得这些混蛋早点去见阎王 于是乘客等人开始 从基础警察抓起 并开通举报热线 保证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 严格保密 果然这招奏效了 民众看出连政公署 不是在闹着玩以后 都纷纷主动举报 很快连政公署就得到了 广大人民的支持 可徐乐也不是一般人 立马想到了应对之法 他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警方内部 要进行一波大清洗 所有警察一个星期内 都不出宫接受调查 没了警察维持治安 一时间整个社会动荡起来 犯罪事件频发 紧跟着徐乐 又让博豪安排人 冲击连政公署 一顿乱砸 将乘客他们之前 掌握的证据尽数毁掉 同时还安排人 强见了乘客的未婚妻 以示警告 但乘客并没有就此低头 反而更加拼命地查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连政公署一位新来的警员阿伟 查到博豪和徐乐的毒品藏匿点 乘客想将其一网打尽 却遭到老白的阻拦 因为嫉妒不是他们的事情 但乘客管不了那么多 现在他们搞舆论 徐乐就搞罢工 你能找证人回来作证 对方就敢杀证人 要是一直这么查 肯定没有结果 不如直接查两人的毒品线 来个人赃并获 听到这话老白也不便说什么 默许了徐乐的做法 待一切摸查清楚以后 乘客便带领队员开始行动 一路十分顺利地进入仓库房间 结果却发现里面的箱子 空空如也 突然阿伟说了一句对不住 转身跑出了仓库 紧跟着数十名持血黑帮分子 冲进仓库见人就砍 原来阿伟已经被博豪给收买了 准备将他们引到这里全歼 阿伟原以为自己有功 却不想被博豪下了死命令 只要是廉政公署的人 一个不留 就这样阿伟也惨死在现场 屋里的乘客等人见此情况 立马掏枪射击 奈何对方人数众多 根本打不过来 众人只能边打边退 最终被困在一处房间里 拼命反击 暂时不让黑帮分子冲进来 这时乘客发现 后墙外有通道 他捡起地上的大铁锤 把墙砸开 带着大家逃到外面 但博豪这次明显准备充足 门口都站满了人 乌鸦鸦的一片 关键时刻 得知消息的七哥 推着着火的小推车 从背后出现 暂时挡住了黑帮打手 并告诉乘客后面 有逃出去的通道 众人赶紧跑了过去 老白则负责断后 等大伙都撤离完 乘客通知老白走 可惜已经晚了 打手们都追了上来 老白趁着乘客一点头 示意他赶紧走 自己则永远留在了仓库之中 老白的死 彻底激怒了兄弟们的斗志 为了搞垮徐勒 乘客决定从他身边人入手 最终把目标 放在了猪油仔的身上 此日 乘客就把猪油仔 传唤进廉政公署调查 他知道猪油仔 肯定不会配合 所以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 是在猪油仔的打火机里 安装窃听器 恰巧这个时候 博豪和徐勒 因为毒源的问题 产生了矛盾 众所周知 博豪是四大家族之首 他手上掌握着 全香港毒品的进货源 徐勒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便准备自己找毒源进货 博豪知道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暗中搞着破坏 这天晚上 徐勒把猪油仔叫到家里 让他明天去泰国 找毒品大佬谈生意 猪油仔甚至这么做 要是被博豪知道 下场肯定气惨 所以并不想去 而此时 猪油仔也有了 带着老婆孩子逃离香港 过几天安生日子的想法 奈何徐勒的态度十分坚决 最终他不得不去 这些对话都被乘客等人录下 开始暗中跟着猪油仔 画面一转 在宝华家里 一个神秘人 把一盒磁带交给了他 里面的内容 居然是猪油仔和徐勒的对话 由此可见 廉政公署里面有内奸 第二天 猪油仔便在机场 遭到杀手攻击 多亏乘客及时带人 赶刀救下了他 送猪油仔回家的路上 乘客开始规劝他 做污点证人 并拿出猪油仔 心心念念的英国居住权 作为报酬 其实 自从廉政公署成立以来 猪油仔就有了 逃离这里的想法 因为他明白 廉政公署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猪油仔并没有当场答应 只是说回去考虑一下 但现在这种情况 他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 去泰国这件事 本来只有徐勒知道 可博豪这突然出现 让猪油仔夹在中间 左右不是人 如果博豪怪罪下来 猪油仔就是第一个背锅的人 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跟廉政公署合作 到了这时 乘客也开始了收尾工作 当然 送磁弹的内奸 也是乘客部的局 首先遭遥的是 各个警局的探长和黑帮老大 为了抓住博豪 乘客甚至申请出动水警 因为他知道 全香港三万警察 都收了博豪的钱 一旦乘客这边 有什么风吹草动 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 只有水警相对安全一些 最终博豪一众黑帮人士 被抓捕归案 徐乐则在逃跑的船上 被乘客带人抓走 这次博豪和徐乐 亲手缔造的金钱帝国 土崩瓦解 影片最后 乘客带着花 来到老白的墓碑前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 《追虎勤隆》 是由王晶 许岳明知道 古天乐 梁家辉领先主演的 犯罪动作片 四大影帝的演技是无可挑剔 影片在还原香港 六七十年代的复古感方面 下了很大功夫 有着很浓的岗位 可惜这一类型的电影 已经翻拍了太多 最终导致平分过低